第二十課 真假基督 在基督將近離開世界之前 他曾祝福門徒 要防備假先知和假基督的迷惑 他這樣說 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因為將來 有好些人冒我的命來 說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 迷惑多人 他還指出有門徒不接待他 反而接待其他的人 他這樣說 我奉我父的命來 你們並不接待我 若有別人奉自己的命來 你們倒要接待他 究竟那一位奉自己的命來 能夠迷惑許多人 去跟從他的人 究竟是誰呢? 現在 讓我們一起去探究一下他的身份 免得我們受到他的迷惑 不過 在進一步探討下去之前 我想提醒一下讀者 如果你是來自世界性的宗教 或一些大教派的話 你有可能早已被這些大迷惑迷惑了 因為經常早已記著 這大迷惑 是會迷惑許多的人 由於假基督是無真基督的名而來 所以我們有必要先認識清楚真基督本身的名字 基督是一個出生於西伯來家庭的人 他生下來之後 他的父母當然會為他 起一個西伯來的名字 當基督他的母親瑪利亞 還未懷有他的時候 天使早已對他說 要他生下這個兒子之後 要為他起名稱為 約好詩 約好詩這個名字 是基督真正的名字 基督約好詩 這個希伯來名字 完全是於舊約希伯來聖經中 聯的兒子 莫世的助手約書雅的名字相同的 約書雅這個名字 希伯來原文的獨音是約好詩 莫世的助手約書雅 原本的名字是稱為何世雅的 希伯來文的獨音是豪詩 豪詩這個字 原文的意思是拯救的手 或救恩的意思 莫世在豪詩這個名字的前面 加上了一個希伯來文 的字母 將亂的兒子的名字 由豪詩更改成為約好詩了 這裏有四個希伯來文的字母 這四個字母的讀音由右至左 是佑、希、瓦和希 這四個希伯來文字母 也是希伯來人的神的名字 稱為Yavid 佑和希兩個字母合起來讀Yavid 而Yavid 亦是神的名字的簡稱 因此 摩世在何世雅 豪詩這個名字的前面 加上了一個希伯來文 Yuv的字母之後 亂的兒子的名字 便成為Yavid 亦是神 亦拯救的手 因此 瑪利亞生下來 投身的那一位長子 所取的Yavid 這個名字 不但表達出 他就是神 亦拯救的手 將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女拯救出來 而且也表達出 Yavid 他是奉父神的名 亦 亦成了一本希伯來文的福音書 供給他們本國的信徒使用 亦把基督的福音傳到外邦 當福音傳到外邦的時候 希伯來文的福音書便被翻譯成為 希列文的版本了 基督希伯來的名字 也要翻譯成為希列文了 初期教會的教父 例如愛人柳、俄利根、幼西比烏和椰油米等人 也有談及過這本希伯來人所用的福音書 根據James Payton 的研究 愛人柳曾經指出 馬太用自己的言語 為希伯來人製造了一本福音書 根據Bart Ehrman 的研究 俄利根在他的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節的評論中 他曾經引述過一本 稱為希伯來人福音書的內容 他還提醒讀者說 如果任何人在任何事件上 都傾向於接受這本希伯來人福音 不是以此為權威 而是作為一聲亮光 展明我們所提出的問題 同樣再根據Bart Ehrman 的研究 《耶柳米》在他的Against the Pelagians一書中 耶柳米也有引用過希伯來人福音這本書 他所引用的這本希伯來人福音書 言語是用加勒底人或聚利亞語 但文字卻是用希伯來文字所寫成 當時的拿勒底人是仍在使用著的 是由宗史圖所寫的 或正如大多數人認為是由馬太所寫的 在當時這本福音是能夠在 該殺利亞的圖書館找得到的 基督教史之父 幽西比乎著有教會的歷史一書 在這書中 幽西比乎列出當時被教會 仍可列為正典的書籍 例如史圖行轉、四福音書 與保羅的書信等等 列入正典之中 幽西比乎也詳細列出了當時被教會 列作為有爭議的書籍 包括有比德福音、希伯來人福音、多馬福音 與其他的書信等等 他對於教會將這本希伯來人福音 列作為有爭議的書籍、有不同的意見 他指出 這本希伯來人福音 對那些接受基督的希伯來人 是具有特別的吸引的 雖然這本書與其他的書籍 一起被歸類為有爭議的書籍 但他已經履行了義務 根據教會的傳統 把這本大多數教堂成員都熟悉 認為是正確的、真實的和認可的著作 從那些不熟正典 且有爭議性的著作的類別中區別出來 因為我們決不能將這本書 與那些由異端 以使徒的名義所發表的著作 混為一談 現在讓我們言歸正轉罷 這本大多數教會認可的希伯來人福音 隨著福音傳到外邦 便翻譯成為希伯文本 基督希伯來文的名字是 Yahoshi 翻譯成為希伯文後 便稱為Yasus 構成神名字的簡稱Yah 的兩個字母Yu和Hei 希伯來文Yahoshi 這名字的第一個希伯來文字母Yu 翻譯成為希伯文Yasus 這字的第一個字母Yota 希伯來文字母Yi 翻譯成為希伯文字母Eta 字母的歷史從古埃及開始 古埃及人從象形文字創造出字母來 肥尼基人將古埃及字母改造字形後 創造出肥尼基字母來 現在的希伯來字母和希臘字母 都可追溯至肥尼基字母的 古希伯來人承襲肥尼基字母 字母的形狀變化很少 字母的順序亦不變 古希伯人也同樣是承襲肥尼基字母 字母的順序亦是不變的 但字母的形狀變化卻肯大 現在讓我簡單地向大家介紹一下 那些聖經翻譯人員是如何將希伯來文 基督的名字轉換為希臘文 首先他們將兩項或兩列希伯來文字母和希臘文字母放在一起 按次序排列 然後他們參考基督日號書的希伯來名字 並從希臘文字母中搜尋每一個相認的字母 比方說他們選擇希臘字母yota 來代表希伯來字母yot Ata 代表希 如此類推 通過這樣的做法 基督的希臘名字yesus就產生了 但非常之不幸 在翻譯後所得到的希臘名字yesus中 原本二號書的名字的讀音和含義 變得無跡可尋了 也就是說在希臘文基督的名字yesus中 並不能找到神ya的名字 不過希臘文基督的名字yesus中 卻隱含著一個我的名字 根據希臘的傳統 每個名字的第一個字母也稱為首字母 單單這個首字母在功能上是可以代表整個名字的 成為了整個名字的宿舍initial 例如yota代表耶穌 kai代表基督 yota是yesus這個希臘名字的首字母 也是yesus整個名字的宿舍 公元四世紀 薩拉米斯的主教愛比法可以認證這一點 愛比法在他的良藥寶箱一書中 他說出yota 古希臘字母表第十個的字母 是耶穌名字的宿舍 拉丁字母you 英文字母I 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相關的字母 也是直接或間接地 源自於希臘字母yota的 yota 這個希臘字母的意思是非常小的數量或微小的 在西方基督教國家例如英國 人們為了表達自己是一個謙虛的人 他們便使用I作為第一人稱的單數代名詞我 也就是說一個人會用我 這個代名詞來自他或他自己 因此 耶穌的首字母yota 他既可以等同於耶穌整個名字之外 也包含有第一人稱的單數代名詞我的意思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由此推斷 耶穌就是那一位奉他自己的名而來的基督了 總的而言我們探討過的兩位基督 耶穌是希百來福音書中基督的名字 而耶穌是希臘福音書中的基督的名字 前者是奉他父耶的名字而來的基督 後者卻是奉他自己 Yota或我的名字而來的基督 不過由於事關重大 我們不應掉以輕心 重撤地下了定論 我建議大家不妨去買一本 希百來文福音的中華英文譯本 自己去做一個深入的研究 比較一下這本福音書中的約豪書 以及四福音書中的耶穌這兩個基督 他們的生平、言行和教訓有何分別之處 戒時或許我們能得到一個較明確的答案 不過如果你想快些得到一個初步的了解的話 歡迎你到下面的連結 收看我上一個的視頻 如果你覺得本視頻對你有用 請點讚、分享和下載 多謝大家觀看 願你們平安 再見